今天我來囉 你做完了喔 做完啊 超屌的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我真的照你的方式 做了 一個禮拜都把它完成了 阿你的怎麼噴噴 欸你們怎麼都做這個樣子 不是吧 差太多了啦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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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多 來吧 Daily 超 VO 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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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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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 好看很多耶 對 因為它原本肩膀這邊寫太空了 好好好 而且它本來是這種 就是有一邊有縫 一邊沒縫的 對 你修飾得很完美耶 這就是模型師最重要的基本功力嘛 因為基本我這個沒有做五縫 對 所以我利用刻線 將它感覺視覺化 它是不用做五縫的 都是裝甲 對 都是裝甲 要這樣過來 好好好 這樣過來 你的刻線設計 不是隨便畫的耶 是有邏輯的 其實一直很想念工業設計 對這種機器的東西 都蠻感興趣的 對 所以就發揮在鋼彈上面 對 蠻不錯的 再來就是頭部的天線 我把它剪掉之後 換上0.5的銅棒 因為我覺得這樣會比較銳利一點 它原本的太粗了 原本的好像是這種玩棒 玩棒 對 這個很糟糕耶 這很糟糕 超級糟糕 還有它的天線 鋼彈的天線一定要銳化 一定是尖的 一定是尖的 對 這個是牙刷 對 這個真的是 就是前面它這裡 就是安全玩具 安全玩具 而且這邊剪掉之外 我還在把它銳化 我喜歡你的哪一個點 除了我剛才講的膝蓋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刻線分色跳色 跳得很有誠意 也很有水準 那再來的話 我覺得有一個很棒的 就是你的武器 從膠板重新製製 對 整個 可是我記得一開始是金屬的 它太重 我又做了膠條 而且中間那個圓 這麼小的這麼圓 然後裡面要開這麼多孔 其實是很難做到 這麼完美的定位耶 沒錯 對 前面講很多優點 那我們現在來講 如果說這台是有我做的話 我會做什麼 這個舊化的層次 因為我們現在時間關係嘛 那個人有做陰影高光 對 然後做一些掉漆留痕 但如果我們可以把這個東西 拉到七八個 十個 然後再加上一個地台啊 它整個作品會更豐富 我實在聽你懂你講什麼 我跟你講 等一下等一下 我在發抖 我邀請你參與一個 我們新的企劃 然後你就把我們剛才講的這個缺點 把它全部用在下一個作品上面 讓觀眾看到你真的一百分的作品 喔 好 那我們下一個企劃 下一個企劃是 NBA乘以鋼彈 喔 NBA 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們就把你最喜歡的球星 你設計一個鋼彈給它 然後除了改設 然後除了LOGO 然後再幫它做戰鬥感 好 這樣有戰鬥過的痕跡喔 沒問題 就是有打過球 要有一些受傷 有沒有 所以是我做嗎 對阿 所以是我做 對對對 你做Cobi 我做Cobi嗎 你叫Cobi OK 好 那我們這一集節目就到這邊 那目前吳小強已經有 四小強了 現在我們就等迪歐蛇 還有強老師的拓跡師 我們就可以把 那個OP 整段錄出來 喔 好期待喔 對對對 好 好 那 喜歡我們這個W的朋友呢 請幫我們點閱跟訂閱 跟訂閱 那如果你希望 趕快看到這個 NBA層 鋼彈塗裝 那就趕快 敲完Cobi 好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哇 這樣擺在一起真的很有氛圍耶 帥喔 帥 太期待了 我太期太集合 終於錄完了 我們去吃飯了 可是 其實我還蠻多想講的耶 你還要講 我還要講 我還要繼續講 你想要講很多 你就趕快把NBA的那一集 做出來 跟大家講個夠 對 好 拜拜 拜拜